請問一下 謝謝請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有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這個案子加上圓 這個案子要不要加一個圓 或是有人把你來掛號 老師那個捐贈者的東西 要不要請他來補充 他連那個東西都是原先的 那個醫院的東西 他不是沒有東西 對 那剛剛那個 我要跟老師講一下 就是其實標準就是 你用原商號 或是用原來的那個名稱 大致上都跟現在的使用 或在利用都跟原先不關 那些用電污的就是 可能他已經換了好幾次了 所以才會用電污 那可能要跟老師講 其實那個剛剛本來要補充 好 各位 先問說一下 這個房的那個 柯院長是重建範點室的 衛生局局長 我們當時去跟他談到 他已經設計好 好像你們長兄這組是 所以我常常都在轉獎 那當時有發了點力氣 他轉了月子 願意意面保存 結果卻要把他給他榮幸 而那個時候榮幸 你轉到他復元的行業 他搞得很開支 那當時的局長 下了很多工夫 那現在萬華有一個草匪移院 就是因為 一個非常小 那他就看到這個 在大道裡面 有一個這個 人家的工夫 能不能去保存 所以現在也在修復 那那邊什麼 所以我認為這邊 應該是去這間 規模 一邊是派民國小 另外一邊是派民國小 尤其在裡面 這些獎牌 地底位置 位置 位置 他現在社區營造中心 大隊都講 都講說 我們去仁恩醫院 也沒有覺得 不死去射照 也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像我自己經歷 這個從前陳柏居 這個女士 大高位他量身打造 這個 那個 那個 一大堆人講說 應該叫做高氏族 從前他的那個 這個心所 都有人要來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還沒有 我相信前面那個意思 一開了以後 那我們會很忙 大概也不曉得 多少改革都進來了 好 謝謝 各位委員安靜總統 今天今天我們就進行投票 這個投票有兩張 一個是 十下十五 另外一個是 這兩個 紅 那等一下就麻煩老師投 那我們先開古蹟 那如果古蹟有過半 我們就不投利件 如果古蹟沒過半 我們再宣讀利件 好 剛剛 第三案的投票結果 我們迴避三個人出來 十五個人 十五個人 好多同意 對不對 但是各位委員這一件 我們沒有 這個產權是 台北市政府 都發局 那個都公訴 是嗎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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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從前已經 鑑證的事 之前都已經講 這現在的事是真的嗎 沒有這個問題 是 本來 謝謝 mn 你們 由大廣 來 隨便 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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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案 5 案由直達市定古基成文藍牧群定奪土地範圍審議案 請審議 依據文化基調百傳法第十七條古基實定及公務審查辦法 辦理情形成文藍牧群於日曆8 年6月18日公告指定為直轄市令古基 為離清古基管理維護權責 本局於10903月26日邀集輪資委員李遷浪 薛琦及專家學者劉忠德昭 直轄市令古基成文藍牧群管理維護權責離清延商會議 會議結論請委員想參復健 1. 請浸世工業法人台北市成員暨提供族譜與文化局已確認 2. 請業務科啟動程序辦理現場會談 確認武器定奪土地範圍化並保存核心區 並以核心區作為後續存責比例協商之範圍 倘無法協商則有本局定定認定基準 本局序於109年8月28日邀請文資委員宣行 已復國 張昏正 戴保春 六書一 趙泰直轄市定古基成文藍牧群 募群定住土地範圍專案小組會議 會議結論請委員長參復健 牧總一 陳豐生 沐沐 沐 沐 北 西 東側以 壁虎段2小段658B號之地界線為建 南側以 壁虎段2小段662B號之當鋪牆坡腳為建 牧總二 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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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西 北側以本體範圍外推三公時為原則 以 壁虎段2小段699B號之地界線為建 牧總三 陳豐生 南部除西南側以 壁虎段2小段706為建建 壁虎段2小段706為建建 以 本體範圍外推三公時為原則 以下為公告資料 變高後公告範圍及所有全人參考 然後 這是 變更後範圍適應圖 那 這是 牧總1的現況照片 那 這是 牧總2的現況照片 牧總團的現況照片 以 辦 以 請 同意 變更 直轄 市 令 骨 基 承 門 藍 骨 木 群 定 著 篤 定 範圍 變更 公告 事項如下 古蹟及其所定著 土地範圍之 面積及 地號 古蹟本舉為 塵在榮墓 陳豐生墓 石雕 旗桿 一直 塵維藻墓 含 木人 牌樓 楊亭 充修 敘略 北 七甘坐一對 十甘 齊 幹 一對 花錶 石柱一對 建造物坐落土地 陳在榮墓 陳豐生墓 為內湖區 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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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二小段 658 662 地號 等 兩筆 土地 成為 長 墓 為內湖區 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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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二小段 651 698 699 706 地號 等 五筆 成為蠟固為內湖區並無斷二少斷651 706 710 711 第號等次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保存放為實測速度為準 二 本安妮提請委員會審議第一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謝謝宣傳方案 我想去看您的地方算是 因為是原來是第號等於 所以我辦理不少 我們現在分這三個地區 然後把更快 那 目前所有人 吳慧妮 有一個 有票一票 那個人的保障沒有 那我這樣說 我看應該也有票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有些部分 那以後要不要辦分割 去學 去學 因為這部分有公有有私的 所以我們直接把那個保存範圍定出來 那我們如果去辦分割 有分割 那我相信今天能夠分割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理解 沒有見我們就有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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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有進行的 可以分割 有進行的 那妳在這裡 櫻子上 這邊可以分割 但是我已經算了 不是 那你們其實 有進行的 那你們好嗎 好 我現在的 好 好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審議案6 案有文化機關財徐山保存維護計畫審查案 提起審議 本案依據文化資料保存法62條 及保存私情記者28條犯定 辦以情形1 財徐山於105年8月20號 公告登入委員會審議文化機關 本局1文化資料保存法62條 規定委託潮律建屋市事務所 辦理保存維護計畫 本案起訴報告審查於 107年1月17日召開 3月29日召開副審議 在8月8日召開其中報告審查會議 結論 針對不同議題 邀及相關單位召開工作會議 辦以情期3 依全家會議 記錄結論 本局107年9月13日 10月12日 10月25日召開工作會議 序於108年5月21日召開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結論 請建屬市事務所 針對日常文化及管制細則內容修訂後 序召開會議組條審查 辦以情形4 本局序於108年10月8日 召開本案日常文化及管理細則諮詢會議 結論 略移 針對細項內容召開工作會議 依情相結論 本局109年1月14日 3月6日召開工作會議 序於7月28日召開期末報告 第二次審查會議 結論 略 請續提送保存 警官保存元素等級 常文化警官管制說明圖 聚落區保存等級事業 內容獲取審查 辦以情形5 本局109年12月3日召開 情況報告第三次審查會議 結論 略移 1 針對視覺警官點擊周縣 縣康確認 2 管制細則提審查程序 召開評審會議討論 3 召開序常會會議 相關意見後 續提送審議會審議 辦以情形6 本局續依依前項會議結論 於109年10月24號 110年2月19號 邀請李副國委員 陳葉良委員 劉淑英委員 薛晴委員 王維洲委員 蔡元良委員 針對視覺警官點召開現刊 109年12月28日 也邀請李副國委員 薛晴委員 劉宗德委員 召開諮詢會議 10年4月12日 本局邀請文字委員及管理機關 召開座談會 本局續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接下來則是本次提送大會有關本案保存及管理原則 依保存物計畫研究的結果來進行修正 內容說明如下 這部分我先說明這個修訂後的內容 中文警官員書1 日治初期古軍道 本案調查研究顯示 1966弄並非清理時期古道 因此建議修訂名稱 警官員書2 農業試驗所常改廠宿舍群 班公公公社 1 調查研究顯示 這個部分內容也包含常改廠宿舍群 因此建議名稱修正 中文警官員書3 並沒有修訂任何的內容 中文警官員書4 列管眷村及其他致力營造建物 調查研究顯示 本地防射並非全部是非列管眷村 因此建議修正名稱 保存原則1 保留殘除山路視覺景觀點及軸線 這邊是增加視覺景觀點的保存 原則2 維護生態保護區域之自然風貌 修正生態區域名稱為生態保護區域 管理原則1 日至初期補均道 未來規劃應以維持路徑為原則 並繼續作為公用到處使用 名稱配合重要警官員書修正 管理原則2 農業試驗所 查該廠宿舍群與辦公聽舍 1 以指定登入文資身份者 依文資法相關規定辦理 2 辦公聽舍以既有建物再利用為原則 並依作業要點第三 補六條規定管制 3 基於宿舍群依作業要點第三 補六條規定管制 本次配合重要警官員書修正名稱 部分辦公聽舍及宿舍群以指定古蹟 歷史建築 後續管理以文資法規定辦理 3 其於建築物配合作業要點定義之內容管制 管理原則3 軍事設施的部分 1 軍事管制區為國防部管轄範圍 A 尊重軍事單位獨立運作 依國家安全法執行國防軍事管制措施 為 1 採取與現有設施維護不充平之管理方式 1 以既有建物再利用為原則 等式說明 增加 作業要點定義之內容管制 B 軍事單位進行軍事設施之新增 改建等軍事開發計畫 E作業要點第六條 準用第三條規定辦理 訪審資料涉及機密資訊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辦理 新增E作業要點定義之內容管制 C 因為已包含在B項目內容中 建議刪除 管制原則 第二部分是 一般管制區 是由內政部警政署管轄範圍 警察機關現換使用為原則 訪未來有其他之開發計畫 依作業要點第六條 準用第三條規定辦理 說明 配合作業要點定定新增 以現有建物性化使用為原則 其餘規定 依作業要點之內容管制 在本區 以不破壞該區軍事設施為原則 若未來有開發使用 依作業要點第六條 準用第三條規定辦理 配合作業要點定定之內容管制 管理原則 列管眷生及其他自體營造建物 以保留聚落空間文理為原則 並依作業要點第三條規定管制 說明 一名稱配合作業要點規定內容管制 說明 一名稱配合作業要點規定內容管制 原則 五 生態保護區域 本區執行有效人員管制 依作業要點第七條管制 說明 一名稱配合作業要點規定之內容 六 永續發展導向 全區未來各項在發展計畫內容 需考量該計畫於區域內施行至可視性 考量現有保存及管理原則 或於其中實質構造物至保存 真正文化景觀有序發展文庫所需至構造教育促及 因此建議整列永續發展導向為在利用原則 你辦 一 長竹山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修理版提進本審議會審查 並以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二 長竹山文化景觀保存物計畫 計畫內置保存文庫作業要點及審查 作業要點及審查 並以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接下來 又跟這邊協助簡報 這個長竹山保存物計畫的內容 本日簡報內容大概可分成四個部分 一 基本資料 包括歷史生態調查及文化景觀範圍 二 重要景觀元素保存景觀有序修理 第三部分 長竹山文化景觀保存物作業要點 是再利用其過去的建議 第一部分是歷史調查部分 包括長竹山地區的檢史 委員可以參考週上報告書 第27到71頁的內容 這邊這個是我們曹建復師 大概已經簡單整理的解釋 第二部分是 在這次的調查發現 有一些新資料發現 其實長竹山的歷史調查部分 可以廣前延伸到17世紀後半 在19世紀的時候 也有發現一些山區已經大部分有所謂的開發的現象 那這邊主要是強調漢源互動的一個部分 日到日治時期 這次有新發現說 這次有發現在地區在日本時代有所謂的採煤礦的活動 那這是相關的一些資料跟說明 以及這個當時陸軍陸已經有開闢了 從這個土地上可以看見 而在這區最重要的是 農業研究單位的進駐 包括農事所 以及這個苗改廠 長改廠 以及這個農林專門學校的設置 那其實在這次的研究有發現 當時的日本政府有針對這邊的土地 有一個徵收的一些資料 那第四的部分是 在後早期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有在這邊設立一些軍事單位 那也有發現 從一些資料有發現 當時的國防部有針對一些土地跟農業試驗所 有借用一些土地蓋宿舍 包括這個嘉義秉村的規劃 以及後續那個儀秉村有併成這個幻名新村 那在這個時期 也有警政署那個通訊所的設置 也在這個時候發生 以及現在目前在財務山上面 有一個雷達通訊站 也在這個時候開始設立 那第二部分是生態資料的部分 那當時這個資料 主要是參考康米傑老師的一個研究資料 那因為這部分都是軍事管制區 所以主要的內容 還是延續這邊資料來做說明 那請委員參考72到99頁 再來是本次武漢警官的分區圖 包括這個保護區、軍事區、居落區 還有以及這個農業、歷史農業區的部分 請委員參考 那這次武漢警官群管單位的一個範圍 包括這裡面有很多很多警官 然後最大中項大概是國防部 然後警政署、國產署跟台客大 那這個是重要警官員書 跟保存警官員的修訂 剛剛已經唸過 這邊就有直接帶過 接下來是保存物作業的要點 要點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為辦理程序文化警官範圍內 相關製造行為 修繕、保護及審查程序等事宜 特定定本罪要點 說明部分是定定本要點的目的 要點二 文化警官範圍內涉及古蹟及地址建築部分 一、尋文資法、相關法規辦理 要點三 文化警官範圍內 先拆除、新增、改修建與修佔計畫 應送本局合備後 蓄意各目的事業主管警官規定辦理 有關申請至審查程序 詳參要點負一 最後要點四 文化警官範圍內環境警官設置之新設 更新、拆除及修復計畫 應送本局合備後 蓄意各目的事業主管警官規定辦理 有關申請至審查程序 詳參要點負二 要點五 所有全能持有人或管理機關 對文化警官內既有建造物、環境及 警官設施日常管理維護 應一保存物計畫內容辦理 精審查屬定期維護項目 於完成後需提送等成果至本局備查 日常管理維護原則 詳參要點負三 要點六 本計畫範圍軍事區域 一般管制區域及農歷史文化研究區域內 應與既有建物在應為原則 還有拆除新增改修建計畫 準用第三條規定辦理 要點七 本計畫範圍生態保護區域內 應避免人為干擾 維持現況使用為原則 涉及軍事管制區範圍 依全管單位之規定辦理 要點八 計畫範圍內地上屋修改件 可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經費補助 以外補助申請審查程序 要點負視 這部分是整個審查作業流程 這邊簡單說明 當這個區域的全管單位 跟地上屋的所有群人集送計畫進來之後 不忘記這邊會針對它是否 具有文資身份來做分類 那如果有文資身份的話 就會依文資法辦理 如果沒有文資身份的話 我們會保存維護作業要點 來檢視幾個部分 包括是不是在視覺警官桌線 警官點範圍內 以及是否位置分區域規定是什麼 以及檢視它保存分類 跟它的說明內容是什麼 以及它是否涉及 文資法其他的相關規定的事項 那接著再去依照它 申請的項目去分成 它是日常管理維護類 或是建物它是拆除新增修改件的相關計畫 或者它是環境景觀設施新設更新拆除及修復計畫 那在不同的一個流程上面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一個作業程序 包括日常管理維護 這邊會做好之後會送我們女生配查 那包括建物的新增修改建基礎計畫 我們會去檢視它是否適用陰影計畫 那如果適用陰影計畫的話 只會由我們這邊的陰影計畫審查程序來辦理 那如果它不適用陰影計畫 那也 文化局這邊檢視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邊就須依應有的程序 包括建管程序或是都市程序來申請辦理 取得建造或執照 那在環境景觀設施的方面 依照相關的內容辦理 這邊請為您參考 那這是我們視覺景觀點及視覺的 軸線跟黃昂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責定的視覺景觀點 是在這個1的指標值的地方 那這個景觀點跟軸線的部分 會作為這個未來是否涉及文字法 34條或38條審查的一個參考 以及我們管制的一個範圍 那這是剛剛那個視覺景觀點 觀察的一個畫面情形 那下一張則是目前曹建人師 針對這邊的一個 目前既有建物的一個所在的位置 來做一個大略的一個示意圖 那當初在這個案子在執行的時候 在議員及林頂潔先生認為 位於視覺景觀點內 那些建物是否屬於視覺不可見者 在兩次視覺景觀點 現看紀錄裡面沒有詳細的記載 那部分部分寄存建物是否為第二類 視覺可見的建物 或是屬於第三類 波度30%以上且 視覺不可見之建物 分審議會會後 將由文化局辦理現看後再行分類 那剛剛所謂的分類 我這邊再做個說明 在這部分再要點的 負一跟三個內容 既有建築物在徵修改建 及拆除衣管制內容可分成三類 第一類它是 如果它是古基地建的身份的話 那就是沒有理由文資法相關辦理 那第二類部分它有幾個分成兩個部分 一它是位於視覺景觀點內 那它不是古基地建 並且視覺可以建的建築物 那經過審查通過得進行改修建計畫 內部空間可依需求改變 原則不得拆除 那如果不在視覺景觀點內 也不具古基地建的身份 且位於秋塊平均波度 30%以下的建築物 經審查通過可進行 增修改建及拆除計畫 內部空間可依需求改變 三居住區內的建築物 應維持殘廚商文化景觀 居住文明跟風貌 建築高度 原則不得超過現況 原則上 本分類屬於重要景觀 和樹枝建築物 進行修建修繕工程 適用因應計畫 而第四類的部分 是位於秋塊平均波度 30%以上 且不視古基地建的身份建築物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262條規定 秋塊平均波度 超過30%以上者 不得配置建物 二 因天然災害 水保問題 玻璃安全等公安因素 或其他 具沾進文化景觀 視覺風貌及保存物資目的 經審查程序通意 得進行採除 或經建管審查程序限期採除 三 原則這個部分 分類不適用因計畫 但是如果經過審查程序 只要屬於文化景觀風貌 不可面試建築物者 得比照第二類重要檢望元素 之建築物辦理 是經鑑定有危機公共安全 技術安全 且未經應計畫檢討的建築物 助因自行負責 在要點負責的第二點 前向管制內容 如果一役 由主管機關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及省議程序提送審議會辦理 三 具作區內徵修改建築設計 應參考周邊企業建築風格 有機錯誤形式 避免大面積的開發建設 requests有關材料設備跟赤財 以及歷史教育,還有可以發展人與生態共生的一個眷村的永續經營的模式 那這邊是,下面這個圖其實是都市計畫前期公民參與示範點的一個參考 那整件事也有必須來弄 那第二部分其實跟前面的部分是一樣的,就是包括生態學習、食農教育、眷村文化保存創生 以及相關的一個再利用的建議 那最後研究結果有提供一些參考,包括文化警官範圍的解釋 包括像前面上面這一塊的民族公公這一塊 以及其他的這個有經過調查可能有再去做檢討 那這部分在之前做堂會已經有這個民眾反映讓我們去納入這邊後續的建議來辦 那也有,朝鮮書這邊也有看到幾棟有具有文化資產潛意的建築物 那後續也提供我們這邊來做後續的審議程序的參考 那包括像這次做堂會有提到所謂都市計畫病科的部分 那也建議我們這邊可能後續要去處理保存計畫的問題 接著第四的部分就是剛剛有提到 視覺景觀點基底層建物要去辦理可見性的現開 以上報告說你們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瓜哥 我現在有先宣服我們剛剛第五案的決議 第五案是直下施定古籍指紅藍古墓群 然後進入土地範圍的一面 那總人總委員人數是23條迴避3人 數據15人 15人均同意達到這個數據委員國法 所以第五案同意 先跟直下施定古籍成本山古籍的進入土地範圍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談這個議題 第六案 剛才我們講有一個疑似的空意 就是我們接下來都是三個文化情況的案子 那我們每個案子只安排20分鐘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時間已經不夠 還剩下10分鐘我們會議的時間就到 那今天是不是這個案子就是算 另外兩個案子是不是要有 審默啊今天就是審默 跟主席報告 當然前面單案的部分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後面兩個案子看主席的意思 是不是就延到下次 對 因為我看正規發言的委員 正規發言的人是有6人 6人每個3分鐘就已經10年就到 那委員還有發言 所以我想今天是不是我們 這個案子就是最後一個 另外兩個案子就有免費 那我們現在這個目前正規發言的 有6位 第一位我們到這個簽到的事 台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是蘇惠君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民族實中校長蘇惠君 那在這邊 學校呢是剛好位在蟬櫃山腳下 那我們學校在108年度已經轉型成實驗國中 那也以培育國際公民為學校的發展願景 那目前學校是以生態教育為學校課程發展的主軸 所以我們學校的七師生都非常重視 整個就是延續蟬櫃山的這個綠帶跟生態文化的一個保存 所以學校的一個基本 七師生都希望說能夠將這個地方維護得更好 所以我們是非常支持 能夠把這個地方維護得更好 謝謝 好 謝謝教授 那接下來是 好蟬櫃工作室 林禹中 林禹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好蟬櫃工作室 我們首先要感謝那個曹建律師跟文化組合同仁 的努力 因為這本報告書已經進行了四年了 這個過程其實不是艱辛這兩個字可以來形容 那我們也請委員協助在這最後的階段 能夠幫忙給一些建議 讓這個計畫書最後能夠更完整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這個圖 蟬櫃山的這個愛口的這個地形 它自古以來就是進出台北本地的交通的樞紐 跟防守的據點 兩百多年來其實整個見證了我們台北本地 原住民跟漢人的衝突 農業研發跟後來的軍事地址 那這個在聚落前方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聚落前方的 這個就是民主實驗中學 過往曾經是產業改良場的一部分 那整個區域有非常多的大樹 生態環境也非常豐富 那這個頭影片我們有提供給委員 就是手邊這個A3的這個頭影片 就是一樣的 再麻煩委員參考 下一頁 那李前朗老師曾經說過 從淡水河河口往台北本地來看 會突出了五個突出來的地方 這個有來龍跟去脈的關係 包含我們北邊的寬度 石台 枝山岩圓山 那南邊就是我們蠶竹山 這些地點早期都有漢人跟原住民互動的痕跡 包含過去有蠶竹經吃人的傳說 所以這邊才叫蠶竹山 以及後來這邊設立防守的據點叫做宮廣 這個地名的由來 都跟它這個地理位置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下一頁 那我們蠶竹山文化景觀分成聚落區 生態區 軍事區跟歷史農業區 那我們可以看到民主實驗中學 剛好在這個聚落區的這個前方 它是整個生態廊道 跟那個我們的視覺廊道的重要的節點 那之前有在民族發現白鼻心 然後文化部的調研研究 也證實台大的物種 大概都是從蠶竹山遷循過去的 下一頁 那這個是面景的一個模擬圖 民族時鐘以前是產業改靈場 它緊臨前台的這個 有公正的第一幹線 那隔了一條馬路 馬上就是這些產業改良場 跟農事所的七棟的歷史建築群 那這一批房子有一些 比我們現在總統府的新建的年代還老 包含是我們的陽姑之父 金正姑之父都曾經住在這裡 那民族的學生未來可以就近來這邊了解農業的歷史 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台北市文化局 對於蠶竹山的定位 它是要發展成人跟生態共生的一個永續聚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其實 它也把實驗教育的場域 跟食農教育的活動 這個是要呼應以前農業歷史的這個部分 也把它都放在這個發展地位裡面 下一頁 謝謝 我們時間還是